《約爾書》第二章 從來沒有這樣的 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 它們前面如火消滅 後面如火焰燒盡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圓 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 沒有一樣能躲避它們的 它們的形狀如馬 奔跑如馬兵 在山頂崩跳的響聲 如車輛的響聲 又如火焰燒碎街的響聲 好將強盛的民擺陣欲被打仗 它們一來眾民霜動 念刀辨識 它們如勇士奔跑 將戰士爬城 各都步行 不亂隊伍 彼此並不擁擠 向前各行其路 直闖兵器 不偏左右 它們崩上城 穿上牆 爬上房屋 進入窗戶如同道賊 它們一來 地震天動 日月昏暗 聲秀無光 耶和華在它軍旅前發聲 它的隊伍甚大 成就它命的是強勝者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謂 誰能當得起呢 耶和華說 雖然如此 你們應當禁食 哭入 悲愛 一心歸向我 你們要撕裂心腸 不撕裂衣服 歸向耶和華 你們的神 因為它有恩典 有憐憫 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或者它轉意後悔 留下如福 就是留下牽給耶和華 你們神的數制和電制 也未可知 你們要在石安催覺 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嚴肅會 聚集眾文 使會眾自傑 招聚老者 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來動房 新婦出來內室 侍奉耶和華的祭司 要在郎子和祭壇中間哭一說 耶和華 求你顧識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 列邦管轄他們 為何用列國的人說 他們的神在哪裏呢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 連率他的百姓 耶和華應找他的百姓說 我必賜給你們五谷 新酒和遊 使你們飽足 我也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 卻要使北方來的軍隊遠離你們 將他們趕到干旱荒廢之地 前對趕入東海 後對趕入西海 因他們所行的大惡 臭氣上升 腥味騰空 地土啊 不要懼怕 要歡喜快樂 因為耶和華行了大事 田野的酒壽啊 不要懼怕 因為曠野的草發生 樹木結果 無花果樹 葡萄樹也都效力 石安的民啊 你們要快樂 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 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春雨 和先前一樣 和場必滿了墨子 酒詐與油詐 必有新酒和遊迎日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 就是黃蟲 男子 馬詐 展蟲 哪些年所吃的 我要保還你們 你們必多吃而得飽足 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之事 耶和華你們神的名 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致羞愧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 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在我以外並無別臣 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致羞愧 以後 我要將我的靈囂灌煩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喻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 少年人要見異象 在哪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囂灌我的伯人和屎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顯出其事 有血有火有煙柱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者都在耶和華大而可謂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 凡求高耶和華明的 就必得救 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 在石安山 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 在聖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華所照的